各位摩達早上好 好 那有沒有很興奮啊 有 看到你們的眼神就知道今天充滿了希望對不對 非常的好 每一個人的眼神都是 那個來勢洶洶跟很有企圖心的眼神是嗎 那我剛剛一站上來看到一個哲響 我昨天在看影片的時候我以為我眼花了 為什麼看到哲響我以為我眼花了呢 因為禮拜五的時候呢我們要離開的時候呢 他還在嘉義工作室跟著齊章跟著小雨在那邊做家庭聚會 哇 結果呢昨天我在看影片的時候我心想這確定是得祥嗎 是不是奇怪怎麼呢 這麼快速的時間他已經趕上來跟著大家一起學習 而且昨天呢他非常的 你看很感動啊昨天他是沒有票進去的 但是他一樣跟著大家在台北教室學習 要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啊 真的我們這一車能夠進去學習的你要非常感謝 有一些人呢把這個學習的機會讓給你 你可以走進去學習 好真的我們的教室呢 真的每一個這個小組在卡票的時候 都想讓每一個領導人都想讓每一個人進去 但是呢你今天能夠爭取有這個機會 進去參加這個會議 我相信絕對是你在你的領導人身上 是他覺得你真的很渴望很想成功的對嗎 對 所以今天呢叫做青年論壇 顧名思義我們是年輕人對嗎 對 年輕人有什麼樣的特質啊 興奮 對有活力還有呢 我好興奮啊 對 有熱情是嗎 對 蠻有熱情啊 那我今天呢就是說 今天我們是不是要來參加這一場 青年論壇是國際型的會議 對 對 真的這個真的叫國際型 因為他在台上分享 我們是不是同時戴著翻譯耳機 對 對 參加這一萬多人的國際場合 好所以今天我們帶著心境 是什麼樣的心境 你今天要用想像力來聽課 什麼樣的想像力呢 就是呢 站在台上的分享年輕成功的人 你要想 那個就是你 好小潔老師常講呢 真的要在這個事業成功 你先要學會到想像力 還有你要告訴自己喔 你今天坐在台下聽 你要有一種心境說 我有一天我要設定目標 站在那個台上 對 好昨天呢這個我們的 黃冠大師的分享是不是說呢 他當初呢坐在台下聽的時候 他覺得他什麼東西都沒有 可是他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他想站在那個台上 對 所以昨天可以站在台上 跟大家分享他的成功經驗是嗎 對 好所以呢真的 今天你要用一個想像力來聽 你今天在聽課的時候 你要心想 我不是一個人來聽 不管你今天是一個人 還是你帶著很多人來聽 還是呢 不管你今天用什麼樣的心境 你坐在會場的哪一個角落 甚至有些人是不是 拿到的是最全排的位置 對 恭喜你 你很靠近什麼 成功人對不對 那有人坐在上面一點點 你要告訴自己 這不是距離 看得見的叫實現 看不見 看不到的叫什麼 遠見 我就是要準備站在那個台上對吧 那甚至有人今天會拿到一種票 你會覺得好奇怪 叫全場總共 顧名思義全場都是你的位子 哇 所以 你要拿到這個票 顧名思義全場都是你的位子 你想選擇做哪裡就是哪裡好不好 好 當然有位子的那個號碼 就不是你的位子 那已經有人預定了 但是除了有人預定的位子 通通都是你的位子好不好 好 對 你是自由的 你想 所以呢 今天呢 帶著什麼樣的心境 就是告訴自己呢 我就是下一個站在台上的人 所以你要講喔 你要告訴自己喔 今天在台上 不管他講的東西 也許透過翻譯 你有一些速度 可能感覺上 或是你聽不是很清楚跟明白 但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告訴你自己 能量是一樣的 你就是站在那裡 在那裡的這個下一位的成功領導人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跟他吸取 他成功的能量 跟他吸取他成功的經驗好嗎 好 他一樣聽他提醒大家 我們都是團進團出 所以只要有一個人沒有到 我們的車就開不了喔 好 所以呢 在什麼時候要上廁所 快結束 就是課程感覺快要結束的時候 或者是他在表演的期間 趕快上廁所 可以嗎 可以 你要抓緊時間 你就覺得 這個分享差不多了 趕快去上廁所 不要結束的時候才上廁所好嗎 好 好 那我們昨天是不是非常有效率的集合 到開車只20分鐘 對 非常非常的 有時間最快的 所以我們都要有這樣的默契好嗎 好 等一下呢要帶好你學習的那顆心 有沒有很興奮啊 有 今天最多的就是熱情是嗎 對 所以今天要帶著你無比的熱情 全神灌注的學習好嗎 好 好 那待會就是認真的學習好 那等一下呢 各主把這個票根 撕下來 偶一樣我們今天要兌換那個 對 紀念品 好 這個 所以各主等一下把這個 對 翻譯機 因為那個進去的時候 我給大家講一下 你一定要先調好 因為我們昨天就有發生一個狀況 我坐在我隔壁那個人 其實也不要告訴你 但是呢 就是呢 我要講的是 你們一定要提起 還有我後面有一個人 還是前面忘記的之前 你們一定要事先調好 可以嗎 好 等一下會議開始了 他講話了才開始調 來不及了 好不好 進去第一件事情 調評 調到成功的那個頻道好嗎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Lina姐